联合国一个特别委员会14号发布报告称 以色列不顾联合国的一再呼吁 国际法院有约束力的命令和安理会的决议 通过围困加杀 阻碍人道主义援助 有针对性的袭击以及杀害平民和援助人员 蓄意造成死亡饥饿和严重伤害 以军的相关行为符合种族灭绝的特征 这份报告将于18号也就是今天 提交给联合国大会 对此 以色列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 1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 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这份报告 充满偏见 捏造反以色列的内容